我觉得对我影响应该是最大的吧 啊 真的吗 因为以前仿刚是他跟我会分担啊 我原本以为这节目就要结束了 你一直想要结束 你一直在等说 大家是不是要说就算了吧 我那时候是因为开始要往大陆跑嘛 对吧 然后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 也在想说 换吊子 但又不知道怎么提 然后我想叶总退出了 那应该 他就说那大家就能生有梦 各式精彩 对 就结束了 但没想到还要干 G.G. 哈喽 各位线上的听众 欢迎收看我们的G.G. 斯密达 在危险的边缘疯狂摩擦 G.G. 好的 那今天不知不觉 时间过得很快 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季了 说实话 是 我连第一季什么时候结束的都不知道 因为最后第一季好像 最后两集节目没有参与到 然后原本以为 我们不是说好第一季要有20集吗 对 只有19集 对啊 那为什么这个就19集 20集就没了呢 这一集就算是一个成仙起后 他是第一季的第20集 也是第二季的第一集 但是实话实说就是 因为大家时间凑不在一起 你这个第一季可以直接当两季用是吧 对对对 这一集当两季 而且说实话 其实本来我们这个团队组成的时候 大家就说好我们先录一季试试看嘛 然后先做个20集 结果没有想到不知不觉竟然第二季开启 是的 你意外吗 呃 就是我以为这是第一季的收尾 还不知道 今天八足道才知道 对对对 就是但是其实呢 呃 大家应该也发现了 可能我们今天 呃 一开始我们四个主持 就叶总已经是 不见了 也没有今天跟着我们在一起 所以今天的画面看起来 跟以前也不太一样 但是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吧 就是他早就在那个CFO任职的事情 对对 包含也有新闻稿嘛 然后包含可能之前发布会什么 也看到了叶总 对对对对 就是包含CASA回到PCS这些新闻 我相信 呃 看我们节目的观众应该 都会得到这些消息 但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进行方式 也会跟平常不一样 嗯 因为平常可能都是 呃 我作为主要的主持人 那如果我不在话 可能是由大臣来 作为一个主key 然后作为主host 来领这个节目的节奏 但今天呢 我们主题呢 就是呃 我们第一季的一些心得感想 跟可能在这个时间节点 开启第二季的时候 呃 每个人对于 节目的一些想法吧 那呃 包含了我们今天的进行模式 可能也会有话外的 就是我们 其实是GG斯密达 我们非常非常重要 甚至我觉得都比我们 画面上的主持人更为重要 我们不管是我们后期的制作 或者是宣发上面的人 然后他们会用话外的 神秘人物的这种方式 就GG斯密达 我们不算事业的话 我们现在大家看到 可能觉得我们三个 但其实一直有 我们两位非常重要的伙伴 也在这个一直跟我们一起录制 对 让我们欢迎 而且我觉得这个重要 其实不只是 抱歉补充一下 就我觉得这个重要 其实有的时候对我来说 不只是说 他们负责了很多 其实是比我们花了更多时间 心力在这个节目上 我觉得更多的时候 有些时候 他们代表的是 我们想要传播的听众 因为虽然说两位也都是在 电竞圈工作的人 但可能在经历上面来说 跟我们走的路不一样 对吧 那我们也会分享出很多的东西 那很多时候在私底下的讨论 其实不管是彩玲杰还是医生 都是提供我们很多就是 听众面上面可能会有的视角 对 对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 因为有句话叫当局者迷嘛 常常我们在圈子里面待久了 很多事情觉得不用讲 心照不宣 都知道 都知道对吧 都也不是个秘密 但是可能对于 不在圈子里面的听众们来说 可能就不一定能知道 我们在聊什么 对 所以呢 这边也是欢迎 刚刚提到的 我们彩玲跟Eason 跟大家打个招呼 哈啰 嗨 嗨 大家好 那个彩玲 我觉得很多观众很熟悉 是因为那个低沉的嗓音 嘿 是电梁小编 十年小编 我今年工作要满十年 哇 从十八岁到二十八 有应该要给搬个农玉壮啊 那问Eason哥啊 Eason 那问问看我们的 大老板 在网上请示一下 农玉壮应该就印一下 也不需要什么钱 对嘛 又没有说发什么 你请美术帮他画一下 对啊 这个不是上网 现在都有范本 AI直接帮你生成 那在今天 因为本来说 节目的进行 会是由彩玲跟Eason 来问我们三个问题 但是在这个时候 想突袭他们一下 就是说 一直以来坐在这个幕后的角色 看我们三个 不管是访问来宾 或我们自己聊天也好 他们的一个感觉是什么 可以请彩玲跟Eason 来分享一下 诶 常常看这三个人觉得怎么样 这三个人很失控 我们又要超时了呢 还是觉得节目内容怎么样 可以分享一下 其实我自己 要说我们参与第一季 全部的集数 然后 包含不管是现场 或者是回去 我们听那个剪好的片段 因为不管是 小B记得打成 其实在 各个领域啊 其实都有非常多的经验 是我们会非常好奇 也是觉得是可以学习的 因为像小B姐嘛 毕竟在电竞圈之地 你又要强我年纪吗 其实很多故事是 有时候我们自己在聊天 是聊不到的 那我觉得借我这个节目 其实包含 我们自己都是一个成长 那其实记得也是 也是一个大前辈了 那他又征战过那么多赛区 我觉得听到这些故事是 真的很难能可贵 所以我们才会 更希望对电竞有兴趣 你都有机会听到 那像大臣都在娱乐圈也是 都是我们 体会不到的事情 然后呢 我觉得能学到你的口条 也是一个 非常觉得有 很关腔欸我天 干嘛这样 一定要一人一句 好关腔哦 这里到最后 会自己把自己剪掉吧 对啊 对啊 没有错 就是我们就 我们来听个看 我们都不关腔的 因为在旁边坐很久 然后觉得很烦吗 为什么还不赶紧入完 真的 到底还要讲多久 是的 我就是那个 海警第一排的湘敏啊 是 其实 会先问问题 就说 这可以问吗 然后小屁就摇头说 你觉得这能发吗 没有 但我觉得 我每一次录 我们在录的时候啊 我很常在偷看 他们两个表情 就是看他们两个 有没有在笑 对 或者是他们的 已经在玩手机了 对对对对 就在表现说 这一集应该很无聊 好像比较 对无聊 但如果他们笑得很开心 我就会觉得 欸好像不错 然后因为 沈亦诚会给我一种压力 他之前都会拿一个 pad在那边 然后有时候聊某一段 我就看到花一个 然后叉叉的 那个手势 就想说 整段咖 整段咖 就不用听了 都没有内容 对对对对 好 那刚刚也是闲聊了一些 但是我们还是向节奏 拉回到我们的一个主题 今天我们要有场外的小伙伴来进行提问 那就赶紧来进行第一个 我们对于主持群的一个提问吧 第一题我想要先问一下就是 刚刚其实开场有先聊到原本 GG斯密达的主持群是四个人 没错 那现在大家都知道少了一个人了嘛 那 事业现在到了什么地方去大家都知道了 但中间发生了什么小故事 或者他怎么跟大家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相信大家应该很好奇 是 其实我现在这边好奇一个点 因为 事业当时是就是在我们这个沟通群里面 突然就是打了一个算是长文吧 就是既感谢大家 又说明他接下来的去处 然后说大家再见这样子 那我看到这个时候 其实我是错愕的 但是我其实内心里 马上就浮现了第一个念头是 好啊 事业早就跟小碧姐串通好了 明明 就是因为他们两个的合作是 很长时间也很密切的 所以事业要去CFO 小碧姐是一定知道的 但是我们是被蛮在鼓里的 所以 我当时第一个念头说 好啊 小碧姐明明就早就知道了 在那边跟事业一起演戏 然后 小碧姐还在群组里留言说什么 哎哟 事业我们会想念你啊 什么 我就看了就觉得恶心 是不是这样子 呃 是 就 好啦 不是 不是故意要瞒大家 而是因为他可能也觉得 还没尘埃落定之前 你知道薪水都还没弹好 怎么可能就先讲嘛 对不对 就是一定要把一切条件 就是彼此都谈到比较明确了 那也确定一定会过去 他才觉得跟大家讲 会是比较好的一个时间点 那我其实也好奇想问的 就是说 那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 就是你第一次听到事业 可能会离开GG市民 或者说他要去CFO的时候 你是怎么想的 我帮他介绍认识的 我没有怎么想 亲手送走 没有 因为我觉得他 他比起做经纪人 他其实更喜欢做队伍这一点 我相信你们两个那么了解 他一定很清楚嘛 对 因为做经纪人是永远的乙方 对 你就永远是乙方 那你做队伍其实 就无关甲乙方 但是你可以在于说 当然我觉得要有不错的资方 跟预算的情况下 你对于队伍的这个掌控度 我觉得会是高一点 然后工作内容 不是一直在可能 是要去推人出去 像是卖动 像业务这样子 对 那在于对成绩的这个追求 队伍的建立上面 我觉得对事业来讲 那会是他更喜欢的工作内容 对 所以知道说 可能好像对方有想要找 这样子的管理者的时候 我有问他说 你如果有兴趣 就是让你们自己去聊聊看这样子 那事业走了以后 对我们整体的团队运营来说 或者说节目录制来说 有什么影响吗 有啊 我觉得对我影响应该是最大的吧 真的吗 因为以前仿刚是 他跟我会分担 我原本以为这节目就要结束了 对 我那时候就已经觉得 你一直在等说 大家是不是要说就算了吧 我那时候是因为开始赚起来了 不像去年真的 就是上半年纯摆那个情况 开始又要跑 又要往大陆跑嘛 对吧 然后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 就是开始没有办法那么的密切 去配合节目 然后也在想说 自己这样的话 它像做一半的暗调子 但又不知道怎么提 对 对 觉得说好像 趁着 我们不想当个第一个说的 趁着你怎么能离开 那我也离开 当时真的是因为叶总跟碧姐 然后 就是我们开始做嘛 因为最初时候其实是 碧姐跟叶总的一个idea 我们才有了这样的一个节目 然后我想叶总都退出了 那应该解散杯 发完那个文以后 应该接下来就说 那大家就能生有梦 各自精彩 对就就 江湖再会 对就结束了 但现在没想到第二季还要干 对其实我觉得四叶的离开 有点像是我们这边 找了一个很大的神主牌 是 对因为其实四叶 他在节目录制里 是比较偏木讷一点的 就不是话最多的那个人 但是他其实在 不管是我们邀约来宾也好 就是有种作证的感觉 而且 叶总会给人一种放心的感觉 不是就套句刚刚记得开录前 我不知道那有没有录到 就说反正我们只怕叶总不怕你 小毕姐 是这样的 对那我在电狼的时候就是这样了 对对对 对啊 毕姐毕竟妈妈嘛 就是毕妈妈人太好了 对那叶总是 就叶总人平常很好 但叶总生气 就他就算没有生气 他那个脸 你会一直注意他的眼神 对他只要不说话了 你就开始觉得 觉得他在批判你 哈哈哈哈 你就开始觉得这件事情好 怪怪的 不能这么继续做下去了 对对对对 刚刚才在跟小毕姐聊这个话题 就是说诶 事业离开之后 他到底会不会继续看节目 小毕姐说他觉得不会啊 我觉得不会啊 所以在这边喊的话 他也干不到 没有剪成short 然后直接发给他 OKOK 这可以 捡进去 捡进去 对 捡进去 捡进去 对 但叶总毕竟我觉得 呃 规定上面也没有办法就是 对啦没办法 继续来参与我们的一个节目 而且Safeful自己有自己的podcast 嗯 所以现在是敌人了啦 现在转过头来说啦 你看着他说话说 我们现在是敌人 对 那个 是叶 注意啦 我们GG4米达永远追着你跑 你看这样 小叶 小叶 还是有点怕 那我这里还是 看着镜头讲 你只要希望看到 就是叶总能 就是为PCS赛区 或为我们赛区再争取一些成绩吧 是吧 因为这个事情 当然我知道也不是叶总 一个人能做到 但我一直说就是 毕竟也好久没有 在英雄联盟的国际赛场上面 看到 对 PCS赛区去打出让我们 振奋人心的那种内容了 你这样显得 你格调很高我们两个 没有没有 我是认真的 因为我觉得毕竟叶总都离开了嘛 对吧 那事业 收回 就是我希望CFO 加油 对 那如果说要是成绩不好 那就赶紧回来 对吧 就我觉得也是 也好 对也没必要在那 但 不能说也好 真的好事业永远不要回来 但主要那里有钱 感觉回不来了 对 这里没钱 对对 金费不够 回不来了 那三位主持人要不要稍微聊一下 就是 GG私密达这个节目呢 对于你们三个个别来说 有没有对自己的生活啊 或者是对于可能 自己的事业上啊 或许有一点 小化学效应之类的 我先来好了 因为其实在录 GG私密达之前 我已经跑去做电商了嘛 就做完全跟电竞无关的事情 但我一直是一个电竞的观众 各大赛区什么都看 然后直播啊什么都看 但是其实离电竞就有点越来越远 那透过这一次 那透过这一次GG私密达的这个节目 然后又跟很多现在台湾就是各种不一样的选手啊 从业人员去做接触以后 我就觉得 自己对于电竞的这份热情 还有一个出口 那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 是 我觉得有很类似的地方 因为这个节目其实 我觉得找回很多以前的老朋友 就是可能真的很久没联络 也不是感情不好 就可能没有特殊原因没联络 比较没有交集啊 阿森 Sobay这些 对 我觉得特别是阿森 因为Sobay我们还是有在一些场合遇到过 阿森因为他是射击游戏为主 那我自己在射击游戏上是比较 比较薄弱的 对 那因为录这个节目 又跟阿森重新联络上 然后聊天 打屁 那种感觉 哇 完全没有变 我觉得超开心的 对 所以到后面我们 节目就是结束之后 LINE就反而会 有一搭没搭开始聊聊天 我觉得这让我找回老朋友的感觉是 第一让我觉得很意外的收获 那第二是 身边真的会有一些 长辈 朋友 亲戚等等 就反正他们还是透过 也有可能是看我Facebook之前有分享 或者是听其他人讲 就是看到我就说 你们录那个GG什么的 对 你们那个GG什么的 对 然后 就是大家会跟我讲的不见得是我们正片的东西 是会讲我们short 就是短 精华的东西 他们可能会 因为毕竟剪的可能比较有趣 就会开始跟我讲 你们那个感觉很好笑什么的 对 就好像让越来越多人知道说 我们做这个东西其实是蛮有趣的 而且其实对小B姐来说也算是比较正式的第一次呈现在萤幕前嘛 对目前 之前都是幕后 所以我感觉B姐是有点初次尝到那种 也不是说甜头 但就是有感受到全人物的不同 我跟GID的话其实常常会说 欸我上次看到你的什么影片什么表演 但是小B姐应该是第一次 别人跟我说去新台湾 我可能说那乱录的 别人 别人亂说的啦 就是说 对但我能懂B姐刚刚说去阐述的 会觉得说自己做出来的 用心做出来的内容 然后真的有人愿意愿意去听 对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是 我觉得也很珍贵的 是呃 当我们这一季开始 就像是可能我们下集的来宾 其实是一个我自己觉得很厉害的选手 对 而且是很打很久的选手 那当我联络上她的时候 她跟我说 我一直在等你找我 她说我一直在等你找我 对她说 而且你们的节目几乎每一集我都会看 我是很忠实的观众 我的直播也会去看你们节目什么的 她说你终于找我了 我就觉得说哇 有一种觉得很感动 好像节目有被认可的感觉 对对对 嗯 其实包括像JJ那时候找她的时候也是 就我都很怕说 大家不认识我们GG斯密达 尤其我在这里就是电竞圈 我是最小咖最小咖 所以呢我就去问的时候 我就马上赶快先颁名字出来 就是欸我们GG斯密达 我们有事业 我们有既得 我们有小碧姐 然后KASA也来过什么什么这样子 结果JJ说她其实本来就 可能就是有看到过 有知道这个节目这样子 所以也愿意来 但还是有那个死都不来的啊 嗯嗯 像是 什么熊满昂啊 对也弄死都不来 不到 我觉得其实可能两位刚刚的发言 就对我 结合一下我自己做节目的一个感觉 就首先可能 呃我的感受 挺有挺多复杂的面 我想看比较重要的 就是呃刚刚讲到就说 秀的可能比较多人看 其实我觉得 包含可能一开始我们也讨论过 就说我们出来的节目的预期啊 然后包含节目的长度啊 是不是都不符合 呃但可能包含了 呃我们在LPU 到了上海去录了LPU的选手嘛 录了小天啊 录了松松啊 对然后呃 我会觉得说 嗯 现代的 就是我们的网络上面 有非常多的内容嘛 就是这每天大家都看不完 什么某音啊 TikTok刷的呀 就是各种short那种 对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 就是东西越来越 越来越精简 就是越来越短 但是呢 它留在你心中的时间 可能就也会变得很短 对 就是说呃 可能我们节目说 有很多很多的不足 这我觉得要 就要说 就不要说承认 这是我自己都会感觉到 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不足 但是可能我们 跟别人有些不一样吧 就是我觉得就是 有想要做的 包含叶总一直在说 就是离开前来要说 要记得初衷 对吧 就是可能因为一开始 我们就没有说 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预期 赚到多少的钱啊 或者是有多少的 就是订阅这些 就是我们就是想把 东西传达出去 就是在这个越来越快的世界里 反而我们觉得 更需要慢下来 有时候有一些事情要 花点时间去沉淀 好好去解答 譬如说其实 就是在聊到小天的那一集 对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 小天在讲到一度的时候 稍微有一点哽咽 对不对 那我觉得那个一定是在一个 比较长时间的访谈中 慢慢的情绪跟话题的对点 那不会是一个赛后采访 媒体什么群访 可以访出来的东西 十秒钟不会有这样的效果 所以其实真的慢下来 也是我觉得蛮好的一个点 对 然后包含可能对我个人来说 以前做的节目都是 有画面的 就是没有做过 podcast 没有做过播客 这种类型的一个节目 可能对我来说 现在都还自己觉得 自己就是一个 很小白的小白 就是没有花那么多时间 去听podcast 但是感觉这个领域里面 可能就像我们刚刚大臣说的 就是它是一个 可能一个逆行的方向 对吧 因为大家可能平常听众也是 一边在开车啊 或者是手边有正在进行的工作 对 然后这样的方式 可能就跟我们短视频的那种要理 就是几三分钟 里面去很多的精华 或者是很多的爆点那种 不一样 不太一样 对 然后我觉得在这样的环境下 其实给我自己的反思比较多吧 对 而且对我来说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点 这真的不叫恶心大家 但就是因为其实像小碧姐 我们认识蛮长的时间 然后包括记得 虽然我们两个之前也不熟 但是我之前其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 跟两位共识过很多事情 所以我们一起待在RNG 但业务不相 你觉得你被我表了 之类的 对 对业务其实不相关 而且他是主队 我是二队 所以他算是我的顶头上 是我跟他算是有点小小的 算是利益关系没那么一致 算是吗 对对 但是在这一次合作的过程 包括Eason跟彩玲也是 就让我觉得 真的是有像认识新朋友 然后你们也算是我 除了我的工作以外 接触最多的人 然后我其实对于这种新的感情的联系 我其实也是蛮珍惜的 喜欢那种共识的感觉 我有点好奇 就是因为大臣毕竟有要 妈妈来上过节目 那妈妈后续回去有什么反馈吗 他首先他第一个直觉就是 他一直嫌自己有点就是 不是这个主题 不是这个世代的人 他一直怕说他会不会显得很无聊 不会 对就是说他分享的内容啊什么什么 然后他也会去在意这个网路上的view数啊 什么什么的这样子 但是后来就我就跟他说不会 你代表的是一个角色 然后同时呢他就是 对他觉得很酷啦 他也没有录过Podcast这种形式的 然后呢他也没有跟这么多的这种 电竞的年轻人一起相处过 所以他自己是觉得好玩 而且他很常会 就是你知道我隔着房间或什么的 看到他在看我们那一集的回放 就是他自己在看对 就是还蛮有趣的 那我想要再问说就是大家从 因为我们已经录了快二十集 那来宾都是三位或者甚至四位去邀请的 从一开始的邀请跟到现在的邀请 会不会觉得多了一点底气 或者就是说有什么心得 会 我觉得差很多耶 因为一开始其实CASA那个就有点是 我直接用经纪人的身份跟他说 我帮你安排了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我跟微博讲好了 微博觉得你同意的话没问题等等的 对那当然因为CASA很挺我们啦 就是因为我们四个都是他的好朋友嘛 所以他当然也是就是一口答应说 绝对没问题这样子 那马哥当然也是嘛 就是马哥什么 马哥还开玩笑跟我说 你去问我经纪人 对我就说我问过了 OK 对那我当然我也是跟他说 会征求俱乐部的同意 所以一开始其实都是用自己的就是你知道好朋友们来帮忙 都是卖关系嘛 对一定的 是的那后面当然越来越多不管是JJ或者是接下来的来宾 那甚至有一些可能在LPO可能一点点首位的选手 他们其实也都看过小天跟刘青松那两集 他们有主动跟我聊天也会提到 然后我就说那像这样子的访谈那么长的节目 你会想参加吗 那那些选手其实很有趣 我都以为他们一定会说 因为选手其实很怕麻烦 对对麻烦 然后又那么长 我原本预期我只是随口问 他们可能会回答说 再看看啦 或者是我觉得我可能不是那么会聊天 但反应有点出乎我意料之外 有几个都会直接说 哎好啊我觉得不错 那甚至也有我原本邀请被拒绝的 他可能后面看完跟我说 我觉得可能下一个转会期 搞不好可以 可以问问看队伍队 我觉得这个在 因为有做出让他们觉得 比较清楚知道我们节目不是真的为了要 可能拨眼球而爆料 而做一些比较激进的事情 这个真的很重要 因为选手最怕就是被带节奏 被带风向 而是真的让他们去好好说话 让大家跟认识他们 我觉得这个东西蛮有趣 是就像JJ他是知名主播这么多年了 实况主这么多年 他其实有好好说话的机会 非常非常的多 但他那一集我看很多观众的留言 还是是会讲到说 哎看到了不一样的JJ 其实包括说像他成绩很好这件事情 对 就是可能是一些 没有那么那么熟的观众 一些让大家知道不为人知的一面 对 就我觉得让来宾可以好好说话这一点是 我自己觉得 让我们后面在邀请人上面是更 更好做一点的 因为主要我觉得其实 我们的优势就是没有包袱 对 就是说就是一开始 其实也很多包袱 其实超多的 没有我觉得那个没有包袱是指说 对我们自己来说没有 没有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就比如说这个节目要咱们都不赚钱 就大家都明天都得去便利店打工 就是也不到这个程度 对吧 就是说在这种前提下面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得更重新一点 对吧 就是心里面觉得怎么样 当然有些事情我们 节目第一季第一期的时候就说过了 就我们并不是一个爆料 或者是来抨击这个产业 毕竟我们虽然 我现在也还没有回到政治 但是大城市已经 不算在电竞圈里面工作 但我们都是希望电竞圈好 就是虽然说很多问题 包含可能听了我们一季的观众 应该也会感觉到 很多时候我们很多问题 说实话 只代表我个人给不出答案 就是甚至这个问题对我来说 都是个难题 对吧 但是我们也有很多人观众会说 你做一个节目 你主持一个节目 聊一个话题 结果你虽然给不出一个方向 或什么 但我们就是我自己的初衷 就是希望 有一些我们知道的事情 可以在保护我们自己的前提下 把这些资讯给到 喜欢关心电竞圈的听众们 然后让未来 不管你是选择继续去支持电竞 还是你未来有机会 投身在电竞里面 你都可以有更多的一些 背景吧 或者更多的一些 已经对他有些了解了 强试之式的一些储备 对 这是我觉得做这个节目 我最开始的想法 那现在到了第二季的头 我未来再参与这个节目 我依旧不会去改变 这样的一个想法 对 因为其实在 做这个节目的过程中 都是我觉得 毕竟是我们都是花时间 不要说多少钱 但花时间来做这个事嘛 所以就是大家 我相信在某一个时间点 一定都有怀疑过 有有有 这个人就是我到底要不要 做包括小碧姐会觉得 仿刚写得好辛苦啊 那包括记得也是 就是在订定一些新的方向 因为记得是一个 这个我就让记得自己来聊吧 就是你有跟我提过 就是说觉得做这个节目 有一点 找不到一个真正的动力跟目标 我觉得对我来说 可能是我个人的 做工作上的一个 应该算优点缺点同时都有吧 就是我自己是一个 主控性要比较强的人 就包含我在LMS时期 我不只做主播 就不只做解说 我还要管后制的东西 然后包含我在LPO 就我在LPO其实 有一个让我觉得 不是那么舒服的一个点 就是在LPO那样的赛区 其实我就是一个 很小很小的螺丝钉 就是可能 甚至很多节目的内容的脚本 都是我没有参与讨论的 那到最后我只是一个演员 我就类似一个演员 在舞台上把导演准备好的东西 但其实你是想当编剧的 我是那种就是参与一个事情 就会想要参与到很多 就爱管很多事的那种人 就是你要做 你就要 你就想做更多 但是你实际上不一定有那个 时间心力来做更多 还有一个其实比较大的问题 我觉得在节目里面 也可以跟大家聊 就是我在LPO待了七年的时间 然后其实两岸的网络上面的很多的 虽然用的都是中文 对吧 但是有很多的东西 文化上面其实是有差异的 流行的梗 然后事件这些东西 其实不一定是共通的 对我来说 可能就是会有一些 这里的事情我不够了解 当然透过节目 我也因此会了解到更多 但是会有一种就是我做的内容 到底会不会变成 这个节目的一个干扰 就是这个东西对我来说 有些时候会给自己 蛮大的一个压力 你是不是看太多网友留言了 当然是没有啊 而且其实很少 很少 非常非常少 对 真的 如果你们有听到这一集 听到这边现在的留言 告诉记得说 我们真的其实很喜欢你 是的 所以对我们来说的话 我们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说 为什么会想要做第二季 因为毕竟 记得刚刚讲的就是 听到三个落袍了就 很像很不想做 没有啊 记得没有想做第二季 这也可以诚实说 他以为他是来做第一季的收尾 我以为他想说是 大家来这边好好的收个尾 三伙饭 因为一月初的那个 尬街街跟部分人的两集 确实是我个人的一个因素 因为自己 生病了 私人因素 我也不要用理由啦 就是私人因素 因为自己一些东西 没把自己状态调整好 然后当时没办法来录嘛 然后就想说 那就最后一集二十集 这一集也是拖的 大家到今天快三月了嘛 过了个年啦 对 才可以把这个节目录了 那但是也很感谢毕姐啊 还有Eason 彩玲姐跟大臣吧 就是我们团队认为说 因为接下来 其实还是关系到 每个人的规划嘛 那可能对我个人来说 接下来的时间 比较多的时间 还是会待在对岸 那这样的话 可能对我来说 我不太能 就是负担得起 就是现在我从台北下台中 这个还可以 这个高铁票钱 上海飞台湾 就稍微有点难顶 对 重点是时间 对 就是我飞回来 然后录个节目又飞回去 这个可能对我来说 成本就太大了 但也跟 就是团队沟通嘛 那现在 呃 目前的情况可能是 那如果我不在 接下来 如果我不在台北的日子里面 在台北录制的节目 就会有大臣来做主key 然后可能到时候 我能配合的 比如说我有反台北的时间 或者是 在上海 如果我们有要录制 就是 上海LPO赛区的 那些人物的 内容的话 我觉得这些是实际面 但是真心来说 为什么想 做第二季 呃 想做其实 就是纵使有这么多的困难 然后这么多的状况 还愿意做 对啊 小B姐说 也不是请客机 对我来说 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 我不是主导者 就所以说 我是一个follower的 一个情况下的时候 就是 对我必须 就是诚实地说 我没有那种 就我一定要 继续做下去的这种 当领头样 或当火车头的那种想法 但是对我来说 呃 参与这个节目 如果团队都愿意为我 就是配合到这个程度 那给我的自由度很高 也把我的压力 减轻到非常小 那我觉得 本身录这个节目的过程 跟录完以后 我给我自己的反馈 其实都是 正想的 就是其实我没有什么 太多的去看 呃 两边的那个社团 社群留言 我都没有怎么特别的去看 对我来说 做完这个节目 我必须诚实说 对我来说这个东西 跟我过去做的很多内容不一样 我过去在比较 积极盈盈的那段时间里面 我过去录完一个节目 我一定要去看 有多少人看了 有多少人评价我了 我录 我讲的话 我解说的内容 录的节目 是不是让大家 称赞的 但对我来说 这个节目也不是录完 我就摆烂 而是说我录完以后 其实更多的是 那个养分已经得到了 内心在 在反馈我自己 然后可能 经过大家的一些筛选 然后再有一些留言过来说 当然也会 观众的留言 也会给到我能量 可能当然 也必须不讳言的说 有的时候我确实在现在 即使到了现在 我还是有些时候会怕 去看 呃 台湾社群的一些留言 这个是很实际的 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玻璃心 虽然已经从业十年了 但是 呃 看到 就是我的观点是那种 我去看他 他会让自己不舒服 那我 就别看了 不如不看 对 相信LPL赛区 一定还有很多选手是 记得会想要 跟他多聊聊故事 就跟 小碧姐许愿一下 就是 让他去安排 其实这个 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LPL选手 呃 这个时机很 很有趣 就是说 你如果以个人的角度来讲 以 只对我个人来讲 那我要做这个事情 我 甚至跟小碧姐提 就是说碧姐 那我希望这个东西 我来做更大的主要证 哪怕我拿钱出来 我做一个leader 那我把他做一个我的内容 就只做LPL的选手 这样流量对我来说 一定是最大的 嗯 对吧 就是 只谈流量 观众应该也听得懂 对吧 但是 我觉得就是 这不是我强做的事情 这个 对 我的意思应该是说 因为接下来你要负责 可能是我们LPL的住地 住地房 嗯 所以 之后就负责许愿给小碧 然后让他去邀请啊 对对对 GG思密达上海代表 其实我们有聊过 这我看 记得 但我其实 其实我喜欢的人 反而不一定是观众 是是是 你们在敲碗的人 对 我都是会 比较关注一些 新人 新人 对对对 当然一来也是因为老人 就是也不一定请得到 这是实话说 第二是你请到了也要看 怎么聊 就是那个对主持人的压力是 相对大的 但如果他愿意来 我当然也愿意接嘛 但是意思是说 没事不需要把自己就 拱在那个 对吧 你让我现在去采访个 Jackie Love 对吧 那 很紧张 对吧 那我那天到底穿白的还是黑的 白的白的 对吧 穿灰的吧 热子人 就明明 我真的要说明明 我在 Jackie就是17年的时候 年初 他还没18年才进的IG 才满年纪能打嘛 然后17年那时候 他录了那个季前赛的一个 就是官方的一个节目 那时候明明 就是 跟他 就是那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他 然后交流的 就是觉得这个 新人 呃 我当时看到他的时候 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点就是 这个选手未来一定 就是他只要有实力 他一定能火 因为帅啊 帅是一个 但我觉得帅不是 帅是一个点 但是人格魅力 有大将之风 不是不是那个 是他 是那种愿意去表达的选手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有些那种就是 就是真的 你们看不到 你们看到的时候都是 已经昂的时候了 对吧 那有些录制节目 他在那边 呃 就是滑手机 或是摆烂的那些画面 也会被卡掉 但是我私底下 我是都看得到的 那Jackie不是 Jackie是那种 来录一个节目 他很投入 他会主动的跟我们聊 诶 那个时候刚改什么 重任啊 那些新的符文 他会愿意跟我们这些主持群的人 去交流 所以你真的要让我扪心说 就是 我觉得我 对Jackie来说 我是没有黑 去黑他的理由 肯定肯定 对 但这个东西 那已经是被扣在我身上了 那 没关系 我们找个机会 找个机会 请他上节目 然后澄清 然后你们握手和解一下 其实这样有个 有个 这个身份 其实也不一定不好 我们现在把话放在这边 我觉得也没那么好紧吧 那个毕竟那么大 不管小屁姐一定做得到的 没没没 那领头羊小屁姐是 可以分享一下 为什么会想要做第二季吗 对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你才是 你最辛苦啊 对啊 你说咖就大家就散了呀 其实我 我不瞒大家 我中间肯定是有过这样子的疑问 对 因为怎么说呢 就会觉得 时间有点忙不过来 然后 而且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还是 算是比较狭隘的一个人 应该这样讲 我觉得我自己对电竞的世界 了解的没有到那么的广 包含可能项目 或者是说 赛区等等的 我觉得我自己对于 能够做的内容好像很有限 所以很常在想主题 想来宾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局限 倒不是说想仿刚 对啊 所以我不是跟你说 现在最重要的其实 就是咱们如果有什么收益 我的建议是 咱们也别分这个收益了 你现在来 先找个 找个编导 好好的来找个 对啊 就现在已经招募讯息会 PO上来了 不是 我们那个收益是找 请不起编导的 200块 200块美金 那你可以用 我们团队每次订的便当都很好吃 你可以贩卖梦想啊 你可以贩卖梦想 对吧 你说我们这个节目 这一节都愿意来的 对吧 你以后就能 世界冠军也都上过了 对啊 对 结果呢 为什么最后还是决定 拎下来 你刚刚都只有讲不好 你还没有 把个好的讲 就是我觉得 回头 其实有过几个内容 其实这是后面 其中一个题目 其实有几集的内容 是支撑我自己 继续做的一个 很大的动力 第一个我觉得应该 其实就小天那一集 其实给我自己 也很大的鼓舞 对我觉得 绝对不是因为 那个浏览观看人 而是说我觉得我们 真的做到了 你知道那一集 一路完 因为四页算没有一起 但是他在旁边嘛 一路完四页就 走到我旁边跟我说 这就是我真的很想做的内容 对 就是我觉得 因为那些内容 然后当然还有 许维老师 跟Spring妈妈那一集 跟姐姐老师那一集 当然我觉得每一集 都很珍贵 但是确实其中有几集 是让我自己会觉得 很骄傲 很想要一直分享给 别人知道的 就是那些内容 我会觉得真的可以 帮助到很多人 对那 我觉得回想到 这有几个内容 是我自己真的觉得是 如果这个节目就停掉了 会很可惜 对 然后所以我先找了 彩玲跟Eason聊嘛 那Eason跟彩玲 其实很挺啊 真的很挺 就是直接说 他们很想继续做下去 那我也问他们 为什么要做 因为你们其实 真的很辛苦 就原本前面 我负担更多一些责任 但后面因为 转会起 前面大家都还比较 礼貌的时候 对对对对 每个人都抢着工作做 彩玲姐 因为很常我们录完 录完以后 其实就我们就录完 就好像就 不负责任的渣男 就是录完就 录完不理 录完不理 你也有过 然后彩玲姐就会在 群里面每周 比如说周四要pop了 然后pop出来以后 然后今天short发了 然后以前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对吧 前几期 大家还会说辛苦了 还有反馈 对还会反馈 后面就没有人 不是 回应了 王记得你没有认识看 你知道每一集 我都有审稿 每一集哦 然后每一集的short 都是我选的 你可以问彩玲是不是 你们两个 我们不是检讨大会 不是检讨大会 一开始就说 请大家听听有没有问题 然后提供你们觉得精彩的 没有 我觉得没听可以 但你至少回个没问题 但你们也都没回啊 每次在用那个标题的时候 我就刚开始会很害怕说 不知道你们要的 怕 他们没有要什么你放心 然后结果后来发现说 嗯好像没有在管我 那我自己下 只有我只有我 Only me 不是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 虽然这也是找借口啦 听我谬辩一下 对就是 因为那个可能实际上 比如说下飙这件事情好了 我就真的没有从头听到尾 所以 所以我在这种时候 再去给出意见 其实是不负责任的 还假装我自己有听 所以呢 我就索性就是把这个事情 交给大家 对不对 但是能帮忙回答的 大家 对能帮忙回答的 大家就两个人 对大家就两个人 可能有些时候就一个人 哈哈哈哈 挺惨的 是的 对但是就是没有啊 我觉得反过头来说 就是也是真的感谢 他们两个愿意继续做 所以也想问问两位 为什么第二季想继续做呢 你们那么辛苦 因为我被刀架在脖子上 逼着做 哇小屁姐 是这样吗 小屁姐不是这样跟我们说的 冯采玲 当然因为我自己本来就蛮喜欢听Podcast的 那能够做自己 不管是工作相关或兴趣相关 我都会觉得说 诶这个是一个提升自己参与度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蛮有成就感的 虽然改字幕我就会觉得说 那最迟可不可以少一点 改字幕最想掐忘记得吧 发音不标准 但是一开始最想掐的就是说 Podcast要什么字幕啦 不要再吵了 最后还是乖乖做字幕 像网友 还有那个什么 你们的背景要不要换一下 你们那个桌子看起来怎样 我们大家都已经真的是用爱在发电了 大家就是理解一下 他还敲我说 诶那个几分几秒的错字错了 我就会说 你朋友还会跟你说 对他会跟我讲 然后说这这边的错了 我就会 会先 好 而且难免 其实还是用心的啦 因为我看某音上面很多那个 都不管的 都不管的 他都自动自动自动 对 就自录了 有些那个都错的很离谱 所以彩琳很长 就是还会剪一小段出来说 几分几秒 那个是在讲什么东西 那个我都抢着回 那你从来没回过 我有回过好不好 而且重点都是记得自己讲的 然后讲那种 大家听不懂的用词跟语言 然后最后记得自己出来不讲 就最有趣的就是 我在两边他都识别不出来 就是有些时候我来 LPL那边 他们也有一些捡我那种团战的 然后他们也会那种自动识别 然后识别到最后就全部都是 就是听不懂的东西 因为我就是喜欢听故事的人 不管是用看的或者 所以 其实也算是就是借着 主持人帮我问 可以问的问题这样子 可以让自己也 也算是在参与其中 那大成呢 我吗 其实真的 跟第一季的初衷差不多 因为对我来说 这个是我最接近电竞的时刻 然后像上一季有采访到JJ 我本人就是超级久的这个J粉 就是很久很久的 所以 虽然不是就中间也有几年 没有一直看 但是真的就喜欢他很久 然后有机会可以采访到他 然后用主持人的身份 然后呢 跟他一起在节目上 水啦 就讲他 就让我很开心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 呃同时 因为我自己现在的工作内容 也算是小半个媒体 跟自媒体这样子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也是 丰富我的内容的一个方面 所以对我来说 我很愿意继续做 所以最害怕的就是 呃大家觉得太辛苦了 不做了 那那这种时候就是 呃能听到有第二季这个消息 我就当然 我那时候跟小碧姐说 我很想继续做 一定要继续这样子 而且大臣很好 他是自己主动跟我说 呃小碧姐 其实我可以再多做一些 或者是他说 有些事情 他的 他自己的团队也可以帮忙 是是是是 就我听了 我其实是 因为那时候 我跟他们两个讨论完 我就说 好了 我们现在讲那么多 如果大臣不想做的话 那其实也是白搭 对 你们发个主持人不行吗 没解 不是 因为我觉得很难发的原因是因为 第一要能够真的对于电竞 这么有兴趣 然后什么都能聊 因为我觉得大臣其实 优于我非常非常多的一点是 因为他看很多项目 嗯 对 他自己看很多项目 他很广 对对对 那记得当然我觉得也比我广很多 就是还是有一些项目是 因为基本上我现在只看low 偶尔看一下可能星海跟 但是是很偶尔对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涉略项目 实在是太少了 然后还有我觉得一个点吧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已经做了一季了 但是我现在就觉得 我们这个团队的这个组成 范围很棒 对就是我们这些人 然后因为可能在 做这件事情之前 大家也都有一点 算是感情基础嘛 就是都有认识 所以做起来就大家比较 知根知底一点 因为也会觉得说 假设 突然请了 不知道是哪一位主持人的话 会不会他在节目上 就是那种 像给人那种调性 就跟我们不一样 对 而且我觉得很难的 一个人除非 你要嘛真的是为爱发点 要嘛你真的要用钱请人家 对 就是要他完全做你想要的东西 因为我们的这个出发点 始终不是说 我要奔着多好的流量 多好的订阅 或者是多少的收益的前提底下 我觉得比较难 难度是比较高的 嗯 但是你说车马费到底谁看得上啊 那个 对我们能给车马费 对啊 一个好吃的便当 对啊 你这当然是不行啊 对啊 但是现在发一个主持 还是我只能找台中的主持 也可以啊对 挖掘一些 你干嘛 你是不是一直想要丢包这个工作 所以一直在推荐小弟姐 我一直就叫他找你的美女主持嘛 或什么之类的 那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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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走呀 你好烦哦 你不是说你涉猎少吗 那找个涉猎多的美女主持来不是 你涉猎多是人的多什么 那另外想再问就是刚刚其实有提到很多 可能说记得后续会到LPL发展啊 或者是那边的访问 对但其实观众对这一块可能还没有那么了解 我们第二季究竟规划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没有我们第二季的规划是这样 反正首先呢 这个因为也很多 就刚好提到嘛 我们第一季有收集到了很多网友的留言 包括其中就各式各样的敲碗 这个选手那个选手 这个教练那个教练 那我们都尽量去邀约 然后呢 所以在台湾的时候 我们在台湾也是继续我们第一季的这个氛围 我们会在实况主选手从业人员之中 我们不断的去邀请 那同样的在上海这边的话 主要是可能要配合转会期 休赛期的时间 休赛期转会期 那时候选手的时间会比较有空 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些上海访谈的内容 那其实这个跟记得个人的一些工作规划也有关系 其实现在如果就是我们有GG Seminar听众本身呢 就是以前像我一样 S5就是记得的粉丝 到现在也还是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他的比赛解说 对不对 我现在还好 我现在解说也 简单的说呢 还是生活的位置啦 其实其实跟工作的内容到没有到那么大 因为还没有压力大到就说 现在一定得工作 但只是觉得自己不能再 好羡慕 再颓废了 然后其实为什么又回对岸 其实很简单 也愿意跟观众说 其实就是那是我的舒适圈 就是大家可能不一定能体会 但是你要想象虽然有很多朋友 包含可能阿神那一集来的 然后包含大臣 包含碧姐 可能碧姐因为还有到LPL 还有在上海 就是也待过一段时间 对我来说 我台湾的很多朋友可能已经 就是那个感情 也不能说淡了或什么 但就是没有联系 就不是这近三五年 在常常联系的朋友吗 主要都在上海 对 然后我觉得再怎么样 我要让我自己的生活赚起来 所以那既然是这个前提下 还有我个人感情的因素 对我一直是一个很大很大影响的点 那我觉得综合影上的因素 我现在的考量是 我应该会在今年 至少是今年会 会在上海 生活 对在哪里生活 那这个是我生活位置的决定 那生活完以后 我的生活赚了以后 未来的工作机会会在哪里 这个事情 我觉得充满变数 尤其 大家应该也能明白 就是 最近这几年 从疫情到现在的这几个时代 现在这个时代变化的速度 太快了 对吧 你们说AI再发展一个三年五年 说不定不需要解说了 那时候我想吃这碗饭 说不定都吃不下去 对吧 大家要 这个世界变化的速度 有些时候会超乎 我们的想象 对 所以我只能 走一步算一步 但对于节目来说 就是我自己 跟B姐说的也是 就是 那可能台湾这边的内容 就是我就很难去参与到了 当然我如果有什么意见 我一定也会给反馈 一起讨论 对 但是可能我自己 就会基本上属于一个话外人员 但是 就是这种 提前如果是想好了 要去录LPO的一些内容 或者是我有回台北的 待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那我还能来参与嘛 就是现在应该 你会为了不想录 下次回台北 不跟我说 不会啊 他会跟你说 他会跟你说 但我其实也好奇 因为像我自己啦 在于第二季来讲 我会很想要多做一些 除了选手教练之外的 行业内的 工作从业人员 像是我们之前 其实聊到过的 可能主持人 翻译 甚至可能康复体能老师 因为心里老师 我们聊过嘛 那你们两个自己 有没有特别想要做的 主题类型啊 我自己倒觉得 可能不一定是特立主题 但我觉得就是说 形式上面 可以再做一些尝试吧 就是其实我觉得 大来宾的这种方式 其实人多 我觉得人就不需要特别多 因为大来宾的这种方式 通常 大家应该也能感觉到 对对 来宾是个主角 再搭三个主持人 有的时候就是 可能我们在上海录的 我会走我会走我会走 你也有感觉 就是有些毕姐 你应该也能感觉到 比如说我们录 心里老师的那一期 对吧 啊不 心里老师还跟我们一起录了 松松那一集 对对对对 那一集可能心里老师就是 即使我想要分话量给他 但是也比较难 对对 因为其实 人多的podcast 我有一个感觉 就是它 重点是大家彼此要够熟 其实这个大家很容易体会 听众们里面也很容易体会 就是一群不过手的人 他坐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很难期待他 能聊得出火花 哪怕你前面 那个导演跟你在说 大家进放 放轻松 喝两杯 对 可能真的要喝两杯吧 可能真的要 就可能两杯都不够 可能得上白的 你懂不 白的上来两杯应该就够了 所以 我觉得可能 比较好的方式 会不会比如说像 Section啊 或JJ那种 就是我们可以聊一些主题 但是 就是 就是 是以主题 然后带来宾 甚至来宾不一定只要有一个 对吧 可能可以来两个来宾 然后 用这样的方式去 丰富内容 我觉得可能 会是一个 不错的 去尝试的点 我们可以做一个相名环节 我们就请网友来 有啊 之前那个 大陆那边是有 有这样的节目的 就是有那种 就是 他们是聊比赛分析的 然后就是 真的就请那种 键盘侠 对 就是你说BP不好 你行你上 对你喷BP你来 那会不会报名的 结果都不来啊 就是你们知道 那时候 暗黑破坏神3 刚出的时候 一堆网友 就是在骂 因为那个连不上线啊 断线什么的一些 然后就 大家 就是一直在网路上 说要去 线下就是 微暴雪办公室 什么台湾的办公室 结果 万人响应 万人响应 零人到场 号召了很久 结果真的是零人到场 那他在这也是很有默契耶 对啊 就是也没有人扑空 因为真的一个人 但我觉得应该还是有人 可能到那边看 都没有 就假装是路人 假装路过 对 不过确实啊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向 就是或者是我们接一些call in 或者是我们之后 针对一些 网友的问题提问 call in 然后就听到一个那个 碧妈妈的声音 那个暗装 都是暗装 那我们接下来进到就是 在频道的留言下面呢 很常会有一些问题 或者是有一些留言 想要请主持人分享一下 很常看到说 为什么这一集没有记得 甚至你们说 没有记得 后面的人不认识 我就不看了 对 那是我不在 这个问题其实 对我们前面也有聊到 但是这个为什么还是得问 因为确实是很多的网友提问 包括很可惜是 我们跟部分 了解说的那一集 结果你不在吧 那就我应该是要在的吧 对原本上我应该是要在 对不对 对啦 其实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 都是因为 刚刚讲到的 记得现在是两岸的这个工作 跑来跑去的 所以人不一定都在 嗯 然后 我相信记得是 你能参加 一定都尽量参加 对吧 心情上来说 自己 状态其实比较重要 其实我是一个 很吃状态的人 然后尤其我又是那种 虽然我三十五了 就今年百三五 就是状态起伏也比较大 对 就是我是一个 他内心还是少年 就是一个屁孩啦 其实对 就跟屁孩没有差距太远 所以 就是 我如果不在状态的时候 就是 尤其这种又要表达自己的 节目里面来说 我是 甚至不敢来的 没事 你今天状态特别好 嗯 我是觉得 保持下去 其实还是 那个原因 因为就 就我们不是一个感情节目 所以不聊感情嘛 对吧 但是事实上 其实很想聊 他超想聊 很愿意跟大家说实话 原因就是因为 我被感情影响的程度会很大 所以就是很多时候 有些东西 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聊 对吧 因为讲的不是实话 我又不想骗你们 因为毕竟我们说 这个节目就希望来讲的 都是 real一点的 尽量real 要不然我就说不能说嘛 对吧 那就是我能跟大家说就是 因为从十月开始 就是我已经不像 二二年年底 那个状态 就长时间的 都只待在台北 当然我也 必须要说 真的 蛮感谢podcast 就是蛮感谢GG斯米达 原因是因为 我那时候 毕姐找我的时候 是二三年的上半年嘛 然后那时候 我们一直拖到下半年才动嘛 那是 那时候我自己长期属于 不工作的状态 就甚至没有面对镜头 或者是 面对群众 没有再产出内容吧 我们这样说 我觉得 人在那种 常情状态下面来以后 你会 到最后你甚至会有点 惧怕去产生内容 但是我现在 就是去年有这个事情 然后 渐渐的我回到 岗位上 世界赛也有去解说 然后今年 其实我也是准备 要再去出发 走我的二四年的旅程嘛 那也是用 就是农历年过完以后 也是用这个GG斯米达 作为我的一个 开始吧 对就是会有一种 哦那 我要重新的 启动 对重新的启动了 就这种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还是觉得特别好吧 嗯 好那还有一题想要问的是 也是 在影片里面 常常会看到 有人会留言说 主持人可以 不要一直打断来宾吗 想要多听来宾分享 那 是 请三位主持人 稍微分享一下这个看法 sorry 我先来说 我先说 首先当然是抱歉 这是个没有礼貌的行为 但是 我觉得第一个点 是刚刚记得有提到 因为我们三主持一来宾 所以呢 主持之间也会有点不知道说 可能这个话题 结束的那个断点 是谁要把问题接下去 所以就会变成有点在卡 然后再来是因为 我们节目呢 设定其实是差不多一个小时 60到70分钟 但是我们很能聊 所以呢 呃就很容易超时 那真的超时的时候 有时候就是 作为主持人 那我可能经验没有那么足 所以就会一直盯着时间 就觉得你看像现在时间也快爆了 就很压力大 就觉得说好 那我就已经看好我的下一个问题 就想要继续往下一个去问 然后就会显得有点打断 然后再加上你看 我们本身都是属于自己画就很多 相信记得 今天我们两个不坐在这 他也可以一个人 聊70分钟 对 后一集节目 其实我可能也可以 所以呢 就最后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 其实我觉得主要有一点是 我觉得当然这是不好的啦 就是我们还得再学习 但是我觉得主要就是 太喜欢聊天了 嗯 就是话有点太多 就所以有些时候 然后我自己都会就是 会绕很远 聊到一个东西的时候 我就很想接 我就很想接 然后我就会一直看着 你们两个嘴巴什么时候要听 然后我就会发现 欸 我好像打断你们了 就有点不好意思 嗯 王记者会吗 我也会 其实我觉得我平常聊天就是那种 可能输出90% 然后只聆听时的人 所以一直也在学习 你知道就好 就是在学习说 去做一个聆听者吧 就是说 当然因为主持的量级来说 比较多吧 就是也主持大大小小的 但是打断 我刚刚在回想 就是大来宾的时候打断的 呃 我自己是觉得可能 没有到那么的严重 但如果有观众提 代表它一定存在 那可能就是 呃 再更小心一点吧 对 我们会更注意 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说 呃 并不是每一个来宾都 自己本身能 讲得很满 对对对对 可能像选手他们是比较属于就是 他们 专注在自己的专业上面 那你作为访谈节目来说 有时候必须去在 这个主持上 多去引导他们一些 因为我也看到有一些留言说 主持人可不可以不要话那么多 不一定是打断 但是为什么你形容一个问题 都要呈先起后 然后去讲的很完整 那其实是因为 真的要去帮助选手思考 那就是我毛病啦 我话本来就是会 讲得很拢 就很长 没有一方面啦 但我觉得真的就是说 呃 像有些选手你丢问题给他说 那这个你们平常训练辛苦嘛 那我们期待的是 哦他就开始形容他的训练 然后呢碰到的辛苦 但是他可能回答的就只有辛苦啊 就这样就结束了 这种就很难问 对所以你就必须要呈先起后的去把问题 描述的很完整以后才 他可能就比较好发挥 所以会造成我们的话会比较多 对 是 我自己是觉得说 就说你说笼句或笼词这个事情 可能有一点点LPL正后群吧 就是这个自己 这个我自己 在那边做完主播做解说了 这么多年以后 感受很深刻的很很深刻 就是以前我觉得我在LMS解说 我是不会有这个毛病的 但现在很多 就是我在讲某些话之前 我前面要有很多的 跌甲 对要有很多的跌甲 对要有很多的强调 就是要把我的范围或把我的 就是要强大的东西都讲得特别的精细 比如说 要很严谨 我最 现在解说最容易讲的一句话就是 我没有那个意思 就是 我不是要黑Jackie 但这一波好像真的有一点点太为激进了 要先跌甲 就要先 都要有一个前缺 或者是我说完以后 大家可能会有些人 不是很 觉得这句话不是很好听 但我觉得我应该说 这句话其实从头到尾都不应该 出现在我的解说里面 但是我必须说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怕被断章取义 怕被带风向 所以我要先把话说清楚 我没那个意思 对 那为了达到这个效果 就要用十句话 去讲一句话的内容 而且你知道哪怕做到这样 就是比如说 我在个人的直播间直播 我都有过那种就是 我前面讲了 就是说 我待会要讲的这句话 是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但自媒体还是给你 就剪那一句 那种就 你也没办法 对 就是 那你怪自媒体吗 自媒体他们 也是人也要吃饭 就是要留留 他也是一个环境产生出来的现象 对 对吧 所以对 但我们接受到了观众的这个建议 我们尽量的要 是是是 改变这些 没错 坏习惯 那还有一体是 小碧姐不知道 NL他其实有属于自己的粉丝社团 每次我们GG市民大 一上播之后呢 就会出现 有人截图放在熊宝社团里面 就有人讲说 为什么每次都在消费NL啊 NL都没有来 哈哈 他就不来啊 他火啊 首先第一个他红啊 他红他好笑 他有效果 那再来是 因为小碧姐跟他够手啦 其实我就不太好意思乱开他的玩笑 但是小碧姐感觉很敢开啊 我觉得第一当然真的够手啦 那第二是 我们真的诚挚邀请过熊宝 好多次 但他真的都不来 甚至我们说 我们把设备全部带到他家 跟他聊聊天 他还是不愿意 像同样的例子的话 是我的话就是罗杰 对对对 每次问罗杰说 我们GG市民大 你要不要来 他说哦土豆 就这样 他回我就回哦土豆 我也不知道是来还不来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那就是这样很难交流 熊人就跟我说 呃 不工作的话 欢迎随时来我家玩 但工作就 那就跟他说 那我们可以带着设备到你家 不工作聊天吗 这样子 他就说不行 我觉得一般 就我的看法是在这个 就是我们这样的节目 其实有的时候 然后 适合他有想要表达某些 对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可能 只是时间不对 就不是说 希望NL不好 或是 罗杰不好 就是 他们可能遇到某些 不定是负面事件 正面事件他如果想 表达某些东西 最近插滴娱乐 他作为老板 都没有想要打一下工商 宣传一下 我就是觉得说这很有趣 第一是因为 呃 KASA跟 就是舍舍回归PCS赛区 然后第二 CFO寄了一件制服 而且有印NL的给熊安 让他穿 然后第三 就是他们自己成立 因为他离开了 合作很多年的电狼娱乐嘛 然后自己跟罗杰成立了这个 经纪公司 就是我觉得 我自己会觉得其实 很有想多聊的地方 不管是干股也好 对对对 或者是未来展 有很多东西可以聊 不只是消费他的人气而已 那当然啦 还有一点是因为 我们真的很喜欢他啦 就是真的 嗯 熊安我们很喜欢你喔 真的 我相信 尊心喜欢 因为可能有些是 后面那些 呃 比如说接接来或是 就是可能那时候 包含有一期 应该是电狼的那个 粉丝会嘛 啊对对对 那些我都没有参与到 所以我刚才在讲说 消费熊安 在我的印象里面好像 你觉得没有 没有特别多 舍舌那一集就有啊 舍舌那集有啊 舍舌那集有啊 但是那他俩以前是搭档啊 他们对 他们是搭档啊 而且我觉得就是说 对于熊粉来说 那也就是 洗一下就是说 代表你们很 人家熊宝很好 第一是 我们也希望 有天别人来蹭我们 对啊 那就代表我们节目做起来 现在就是 完全不同的样子 但你知道吗 说到这 因为我们那一次 线下闪亮的活动 就熊安跟Coco 硬塞给我熊安的那个抱枕 是 就逼我带回家 然后我带回家之后 我就放在我家沙发 我儿子隔天一早起来说 妈妈 他怎么一个好恐怖的抱枕哦 然后他很害怕 你这样子 我们又要被进攻了 不是 他说这是NL叔叔 他已经知道NL叔叔 他已经知道NL叔叔 他说 就是NL叔叔 要帮你说话 我说那就是 就是小碧姐现在能 卖这个人情 能消费这个原因 那你也要 就熊粉妹也要想 那当时 打比赛的时候 我削苹果给他吃 我们也是跟在后面 不只削苹果 八十把尿 选手证都不见了 对 还得给人家找 还要被主办单位骂 对 还要被你骂 我被你骂 你先把我干了一顿 现在是不是又在消费NL 没有 这是事实啊 是事实 真的事实 那时候我带 你要想我这个人都会调东西 你也跟我认识了 他 他超害怕 对 那时候是怎么样 我们搭WCG 在昆山 然后 碧姐跟我说 一定得每天 收选手证 就是选手证不见了 就是选手证不见了 就唯我试问 我说好 然后我真的每天收 他也就是 对 我就交给我 我每天收 然后最后一天 真的就最后一天了 都最后一天了 不是收了吧 主要是我们已经大概知道 就是要打包回家了 你懂吗 就是已经知道没戏了 你懂吗 我都已经在想 心思都已经 不在那个比赛 想说晚上去吃麻辣火锅了 不到这个程度 我那时候在想说 接下来的工作在哪 你知道吗 然后 然后 最后一天比赛 我们把选手证掉了 对 就那一天没收 结果他就真的 就把自己把它弄掉了 弄掉 我看过 这辈子看过碧姐 最臭的脸就是那一天 我没通话那么臭 我就跟他说 我说一定要收 你还不收 然后而且主办单位 其实有点凶 他们就说 你知道这样 我是可以让你们 就是弃赛的 因为你选手证都掉了 然后还跟我们说什么 我们办比赛那么多年 第一次有选手 把选手证弄丢 我心里想说怎么可能 选手不是都掉东掉西吗 主要是那时候最好笑的事情是 我们从酒店 要去会场的时候 出门前 因为那天我没收 我说所有人检查 而且他选手证 都在哦 就是全部人都在 我们出发了 熊安那时候也没说话 然后到了现场 要进去的时候 呃不见了 呃不见了 然后 当下第一时间 我想法是 完了 就是毕姐大概率把我火了 你知道吗 结果毕姐也没火我 对 所以说 所以说 对不对 这个还是可以拿他的这个 以前的故事出来讲一讲 还是ok的 有这个交情的 诶但我好奇 所以熊粉是真的不开心吗 就是 找 找机会 凑凑凶温啊 啊 那ok啦 那我们其实就是同一阵线嘛 要这样说 对不对 没有啦我们很爱熊弯啦 我们真的很爱熊弯 好啦稍微做个总结 反正我们第一季 今天应该算是第一季的最后一集 同时也是第二季的第一集 对 然后呢我们在每一集 那个私密大来宾的时候 我们都问大家说 电竞是什么 电竞是什么 所以这次也来个机会 我们第一集没有回答过吗 没有 第一集第一集没有吗 没有 所以我们也来回答一下 电竞对我们来说 是什么 我先我先 好 我觉得电竞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字 但有很多不同的意义 你这是学那个谁 学亚文 我觉得是 其实他给我我后来很深的感觉 我觉得是圆 它是让我 变得我觉得更圆满 因为 认识了电竞 从事了电竞 让我的生活更圆满 然后 对于职业上面 我觉得他不只是一个工作 他变成是 我觉得可以很骄傲 然后很喜欢 充满热情 这十几年来 就是 一直始终如一的 一件事情 那圆 我觉得也是因为 他带给我很多缘分 跟 人的缘分 嗯 认识了很多人 跟 选手跟教练 甚至跟很多老板们 对 就我觉得 遇到了很多很多的贵人 对 那 都是念缘 我觉得是正缘 正缘 像你们也是 对就是我相信 可能再过十年 我们可能认识了十年 但再过十年之后 我跟王继德 跟大臣一定还会联络 那更不要说 我跟彩琳 Eason 对就是 我觉得带给了很多缘 你跟我很不熟 叫我本名欸 王继德 我很常叫你王继德啊 从你小时候 就这样叫啊 对啊 我很常叫王 就像你叫熊问安 也叫熊问安 我觉得是很要好的朋友 会这样讲欸 就是会这样叫 我觉得是很要好 在我心中是很亲密的人 才会这样叫 对 是的 那如果对我来说的话 电竞是什么 电竞对我来说 现在就是 这是真的 因为就是 从以前 他是我的这个 梦想热情工作等等 那当然现在 他还是兴趣 我很常看比赛 那 现在真正对我来说 跟电竞最有关的一件事情 就是 GG斯密达 那我会为了准备 GG斯密达 然后我会去 比如说 我们的下一个来宾 那我会去了解他的一生 了解他的游戏项目 那 对我来说就是继续 去吸收电竞各式各样的知识 然后也是我 继续关注他的一个 一个角度 所以就是 电竞对我来说 现在就是GG斯密达 我补充 而且我是因为电竞 认识我老公的 好的 所以也是圆 也是圆 没有人想说 不要这样子啦 那下次找一集 让你好好聊 你的感情事 你才想聊感情吧 我还好 我自己可以 开一档感情节目 对吧 我自己开一档 就是聊什么 就是我聊什么 你们就别那么做 就可能成功 把自己做事 没有我 电竞我之前应该 我应该是因为问 问了来宾 然后可能给他们 就是我觉得可能过去 我会觉得电竞 其实对我的人生来说 就是一扇窗嘛 我之前节目里面 也大概分享过可能 虽然我念的是台大台经 对吧 但我觉得当时 大学毕业之际那时候 其实我觉得我的人生 可能 不会像我 学业上面那么成功 当时会有一个这样的感觉 然后 但是没想到误打误撞 就进了电竞圈 当时真的也很冲动嘛 那那个故事 可能网上 大家应该也能看得到 过去有说过 但我现在会想说 就这半年到一年 可能因为 对岸的电竞圈 最近的变化比较大 可能对于 呃 有些听众来说 就没有了解到 就是我觉得 电竞现在对我来说 是 现阶段对我来说 是一个我的 社会实验观察 嗯 其实我还蛮想知道 未来的五年 十年电竞会是 什么样子 因为 呃 可能过去 我 必须说 我大学毕业到 进到电朗之前 就是看S2 TPA 夺冠之前 其实我没有 那么了解电竞 我有看过星际 偶尔会看到TESOL 但我绝对不是那种 忠实观众 我更多的 那时候的态度都是 就是 与其看那些人大 为什么我不自己上去操作 对吧 那时候也觉得自己 特别的厉害 但是后面 重生的电竞圈 为什么我会说 是一个观察 是因为 过去我有一个slogan 叫做要感动别人之前 得先感动自己 对吧 那所以 我觉得我是被TPA感动了 我自己感动了 所以我才来做这个事情 然后我才做电竞 我才想要感动你们 感动 关心电竞的观众跟听众 但是 近几年 可能因为 对岸电竞圈的一些 下坡 或是 英雄联盟也走到了 一个十几年的一个阶段 对吧 PCS的收视度 当然也不比当年的LMS 这大家应该也都知道 那其实我好奇 当然我也知道 可能会有新的项目 但是电竞到底 会不会是一个 能在接下来十年 被认可的一个 大众的一个娱乐产业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 一个问号 但我觉得这个事情 也很有趣 就是哪怕我 就是我其实原本 从LPO退以后 有想过 那我就不做电竞了 我要大领域的去跳 跳去做别的事情 当然一来是 自己没有那个行动力 也没有那个能力 所以现在转来转去 还是在 可能电竞圈相关的工作 但我觉得即使我离开 完全跟电竞无关了 我还会关注电竞 可能除了看自己喜欢的选手 自己喜欢的队伍以外 我蛮想知道 他以后怎么发展 过去我花了十年 就是 青春 去做的事情 他未来还会不会 是一个好的产业 对吧 因为这个事情真的 没有人说的 做 就很实际的说 我作为一个观众 你要我现在去看一场 不管是LPO 还是PCS的常规赛 你要让我觉得看的 特别的带感 特别的投入 说实话 那个人做任何事情 你做十年 都会有倦怠 对吧 然后你说我们一开始 接触英雄联盟的时候 一年的常管 比一年的牛 对吧 一年我们做到比一年 更大的事 但是你现在应该也看得出来 他好像 再来要怎么办 拳头如果世界总决赛 你还能去哪里 帮到太空上去 去月球去办米赛 对吧还是什么 那这些东西 然后 能不能 包含了现在又有很多 什么短视频的冲击 或什么 就是说包含了 其实你看嘛 就是我们说PCS的新闻 之前我在节目里面有聊过 之前我在节目里面有聊过 就是我都有观察到 有些时候我看 可能统神丁特 他们这些 大KOL的新闻 可能还比我看到PCS新闻多 那你说这个是 狭义电竞吗 这个问题可能 未来节目里面能聊 狭义 在我的定义里面 狭义电竞 并不包含 这些KOL 电竞出来的这些主播 这些实况组 对吧 所以 娱乐 实况组这个事情 绝对是已经被证实 就是 就算它跟游戏不沾边 它都是现在人的生活形式 但是电竞到底会不会 继续成功 我觉得这个是 我觉得是 大家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 都是值得我们继续去观察下去的 是 对啊 你今年到现在 你每一场比赛都会看吗 LPO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从 其实这个问题很有趣 这座位 可能有点聊得跳 但是我也想问观众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身为一个LPO解说 你需要每场LPO比赛都看吗 所以我很好奇啊 没有那我先问这个问题 我觉得需要 我也觉得需要啊 照理来说 那我告诉你这个事情 因为没有人做到 我不敢代表所有人 但我觉得很难做到 八成 告诉你原因 你首先 礼拜一到礼拜七都打 对 都打七天 然后你每天都那个时间 然后 呃 你有些比赛你真的 提不起兴趣 对 就是我过去在做解说的时候 我每场基本上 时间都在那里 但有的时候放在副评 然后 主评我可能在 做别的事情 在打别的游戏 就是副评听着一下 然后有团战的时候 听解说我再去看 对但是 这个事情呢 就变成是说 呃你怎么做 就是说 很难做到的说实话 而且他绑住你的人生 你得坐在那边 或者是你出去跟 哪怕跟女朋友去吃饭 你也得在那边看那个东西 对吧 他就是把那个时间 给定在那里了 对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很有趣嘛 就是说 有些人就看 像我现在 如果我开始又 二路LPO以后 我就开始看集警 你现在还 而且你不只看LPO 你还有LCK LEC跟LCS 就是这些 而且都只有一个项目 还有PCS 对而且都只是一个项目 我甚至有想说 要做一个 对还有PCS 我还想说要做一个 全方位的 就是 还有别的游戏 项目的解说 太难了 但这个真的是我去LPO之前 的目标 对我想 那时候有啊 那时候我有跟 跟Garena那时候 有啊 你有跟我说过 对我想做 我想做电竞圈的展员嘛 对对对 但是这个是因为在 对岸的环境是 不太可能被实现的 不可能的 要不然我应该就会 往这个目标去走 对对对对 那 台湾现在 有类似这样的 KOL有解说吗 好像也没有嘛 就是吸特别多的项目 阿森已经算是 但他都是 还是涉及项目的 只是不同 很厉害的 各个设计 但我觉得那也是 有一些项目 他毕竟是可能 比较小 所以他们也不会 介意你同时 齐很多个项目 大的可能 大的可能会比较霸道一点 对就是 你两边 比如说 都吃 你是台阁大这边 跟暴雪那边 可能就不一定能同时 同时吃 对啊 我觉得这个就比较 比较限制咱们解说源吧 因为我觉得就是 传统体育 其实没有这种 这种严格上的限制 但很 也 传统体育也没有人真的说 我又能够 欺到足球 又欺到篮球 棒球 就是大的不会啦 通常就是小的项目 比较会 因为小的项目可能没有 专门的解说 所以就变成是需要多欺 这样子 大的项目都会还是在 所以你知道吗 很多滑雪教练啊 夏天在浇潜水 真的啦 好啦就扯远了 对扯远了 拉回来 好所以电竞对记得来说 就是一个 社会观察 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是一个 社会实验观察吧 就是一个过去 你觉得只是打电动的东西 现在成为了一个产业 然后也经历了这个产业 可能在我生长的台北 或者是台湾 然后也去了 对岸去发展 也经历过他们的 红利甚至泡沫期到泡沫 过掉 然后 这些我觉得都是 很难能可贵的 当然我觉得这个实验 我很好奇它 在我闭演之前 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情况 对 好 彩琳有没有什么话 想要跟我们 GG斯密达的听众朋友们说 刚讲的时候 我也顺便想了一下 但是我想到的是 电竞对我来说是 闪电狼 因为 因为你领闪亮的薪水 那showmaker也说过呀 对吧 对吧 一人一成嘛 对不对 他就是打算在DK 打到底嘛 对 对 因为就是 跟着队伍 然后去了很多地方 然后也跟着队伍 就认识了很多人 算是都是以 闪电狼为发展 是 那之前我们办了 十周年的展览 就是 觉得有点像是 待到 第十年了 然后见证 闪电狼这样出去的人 然后 开花结果回来 然后回来去去救 就有点像是 有点像蹲点在 在竹宝里面 等那些人才回来的那种感觉 对啊 所以 对我来讲 虽然听起来很像 不是一个中立节目 会讲出来的词 但 以我个人来说 电竞对我来说是闪电狼这样 没有 没有我们做了以后是电狼的 OK的 对啊 咱们也没有这个节目 我很能体会 就是彩音姐说的 因为我回来我看到那个 我还记得当时 咱们还不在这个办公室 对吧 然后我们的宿舍 还是那种 租那种 小的那种 大楼里面的 对 一开始 对就环境也不像现在 比较一般 对 现在这个样子这么好 我刚刚跟那个大臣去厕所 就是 厕所马桶都是免制的 溫的 溫的 对 我又跟大臣说 要是我是这个 大楼里面的上班族 我可以在里面打两个小时的 手游 都不用出去 直接翘班 你知道不 大家都知道你们两个 刚刚节目开始之前在干嘛 在厕所一起撤的 在厕所听我们的Podcast 在摸鱼的 我很想知道 有的话记得留言 对吧 是是是 对 好那也感谢 彩琳姐的一个分享 好 那第一期 最后我想想看 你让你年纪比彩琳大 你叫人家彩琳姐 我叫谁都是姐 我叫谁都是哥 这是 这是一个 怎么说 我的人生策略 okok 我现在也是 叫人家大哥 对啊 就是你姿态放低 就是 是一种人生策略嘛 很好很好 对 好那最后一期 就是 最后的结尾 其实 我觉得作为一个 第二集的开始 当然可能刚刚 彩琳有在代表听众问我们说 那第二期现在有什么规划 那其实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不知道啦 但我感觉好像 我们也没有 没有什么特别啦 没有什么 现在就是想的 已经很长远的规划 但是我们会继续在这里 陪伴大家 是是 对然后就是 我觉得还是 夜总留下来给我们的嘛 就是说 呃 反正 大家 我觉得初中 想做 就一直做做到 自己觉得那个 初中实现的时候 我觉得很多时候 都是这个样子 或者是做到 我们谁hold不住了 也有可能 对啊对啊 就是做到自己觉得 没有遗憾的时候 对 可能对我来说 我觉得自己 还没有到对自己 那么满意 也就代表他有遗憾 那也就代表 他有能力的空间 对 OK 好 那就是 也谢谢大家 陪伴了我们一季 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边 至少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吧 还会在这边陪伴大家 然后一样有什么 想看的选手 想看的来宾 欢迎留言 我们小碧姐会尽量帮你实现 嗯 对 压力大 虽然说留言 就是可能我都没看 但是我很愿意的打包票 就是感觉 至少彩莲姐跟碧姐 基本上都是把我们各个平台的留言 都是很认真的看过 包含了 可能写的比较右心的 也都会转到我们自己的工作群里面 对 因为我大部分都是透过这些工作群 嗯 才看到的 所以如果你 听完了我们节目 然后因为我觉得这是作为第二季的开头嘛 我觉得 很重要的还是 呃 你的 就是大家的意见 然后不要觉得说 可能发了意见 然后我们也 真的会看 真的会看 其实大臣也会看我知道 对 因为对我们这样的节目来说 大家要珍惜 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比喻 就是你们去一个很多人的直播间 比如说熊恩安的直播间 你发一个聊天室根本 就有 又在消费熊安了 有四个字叫做火前流民 对 之后我们就去自命的啊 但是你现在留言我们都看得到 没错没错 到时候什么咱们一百万订阅的时候 那时候你留言 我才不看 你夸我 再怎么帅我都不一定会可能 对就是这样 对 是 好啦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如果有任何的这个留言评论的话 欢迎就是 都留下你们宝贵的这个记录 对 我们之后 追踪订阅 对 追踪订阅 我们之后一定会大火 那到时候你们也都是股东 我们之后一定会大火 对 好 那就谢谢大家 去烧大火的大火 对 我们是GG斯米达 下次再见 拜拜